然後重點啦 重點是我之前不是有分享過 為什麼我有說千萬不要問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因為會很尷尬 我之前大概是19年的時候 有一次去那個 那個 去那個 就是在台北那個Twitch的年度健康檢查 然後就遇到那個 勝敗 因為我那一陣子 很常看一些 那時候就是會看一些 中路打囉的人 然後那時候 就會很常看勝敗的台 然後呢 偶爾我也會打字啊聊天什麼的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想說 可以跟他那個打個招呼什麼的 然後我就 我就去打招呼 就說勝敗安安啊你好什麼的 然後他就有跟我很 他就有跟我打招呼我就想說 欸那他應該是 有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就 問出了最不能問的那句話 欸你知道我是誰嗎 然後他就很自信的說 我知道啊 你是蝴蝶兒嘛 然後我就 你知道 喔沒有了我是紫喵喵 超尷尬的 從那次開始我就再也不敢問人家說 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因為那個現場的那個氣氛 真的是他媽太尷尬了 超級尷尬 超級尷尬 超級尷尬